好 刚刚您看我们看到的 都是很小的作品 这边有很多 尺幅就比较大了 这个刚刚我一上来 我也看过 我觉得这是不是八仙 八仙过海 我们到这边来看一看 这一套八仙过海 黄老师您得做多少个葫芦 三千多个 三千多个 历十五年 五年三千多个出一套八仙 黄老师您是什么时 做水浒一百丹八将 我真的想做 可是这个做起来 就非常难了 为什么 因为我当时呢 你们经验不足 到套模的时候 快出乎我意料 因为我套的时候 我的葫芦 必须得这个 比这八仙人物的头还小 在这么小的时候 这个画还没有线 它顶着画 你就没有办法套 怎么办 培育子种 培育两年子种 然后再过来 这个葫芦的种子 也是您自己培育 完全是自己 是 这葫芦也太大个了 您看现在这个葫芦这么高 这个葫芦实际没烫模的时候 得有一米左右 一米多的大葫芦 那么大的葫芦 这边这个我觉得 可能大家看起来就有点 这个好 成龙 谢谢 谢谢黄老师 叼了一个我 哪个是你 哪个是你 你有这么大鼻子吗 这不是我吗 你有这么大牙我都信 这是谁 这成龙 对不对 演员成龙 这个是我 我认识了 这哪像你 这个是可以给我带走的 这个是我 你想得太料理吧你 都是大家挺熟悉的 马维都老师 成龙 你看这个虽然说 面部这些个 并不是很复杂 但是特别传神 一看就这马维都 那是成龙 对对 这些个刻画 也都是您自己做的 都是我们自己的 完全是自己的 那黄老师 黄老师对 能不能刻画一个 你是吗 有点难 黄老师 有没有这个 慕名而去 就是您给我来做一个我 对 有吗 也有 像这个成龙老师 这个有多少个葫芦 才出来的 六十个 六十个 要有保障就得六十个 你看啊 我觉得黄老师 做这个泛制葫芦 不仅是一件 需要耗费精力的事情 而且是需要资金吧 黄老师 对 而且还需要土地呢 需要一大 这个阳台上肯定种不开 可是 六十多母 六十多母 而且您说 您要是做这些东西 这个出品率这么低 家人会支持您吗 因为我做呢 就是我认定了 我就要做 最后跟爱人不太愿快 一点点的支持力度就大了 接着我们把黄老师的爱人 也请过来 黄老师您有心理准备吗 有请黄老师的妻子 马振平女士 有请 来 欢迎 主持人好 欢迎 电视机前观众朋友大家好 马阿姨好有气质 我忽然觉得黄老师有点紧张 家里的事一般都是 谁说了算的马阿姨 她说了算 是吗 真的 是啊 你看50岁在创业 我也感觉也是 岁数有点大了 对 再说她选择这条路呢 刚才聊了半天了 你们也都了解了 这葫芦种植过程比较艰难 是 一个是精神上的投入 对 还有一个体力上 还有一个财力上的 对 投入也比较大 是 所以开始是我不理解 也不支持她 到地里头一会儿就一身汗的 而且晒得浑身的都是抱皮的 因为看到以后真的特别的心疼 太辛苦了 觉得她做一个事太 就感觉她这人太傻 就那种那么执着 怎么干这种事呢 后来看到她的执着那种精神的 真是也深深打动了我 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这个开始 你们听到了 她是研究了多年以后 才取得了一点点的这个成就吧 有点作品 就是2014年吧 连续等于是 这半个月参加了三次展会 这展会呢 就对我的鼓舞也挺大的 获得了金奖银奖和一些奖项 同时呢 也获得了国际民间公寓美术大师的称号 这对我来讲呢 也是特别特别欣慰 所以这么多年的那个努力呢 就等于是也值得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